好 又到了山海氣象的時間了 明天的天氣如何 要來請教氣象主播路易 路易請說 不管晴天與天 原始氣象在你身邊 歡迎來到山海氣象的時間 大家晚安 我是路易 其實昨天今天 迎風面天氣真的是大不相同 就是因為受到東北風增強的影響 在風速增加同時 雪氣也變了許多 從昨天晚上開始 大台北地區宜蘭一帶 雨就開始一陣一陣的下不停了 今天下雨時間是又拉的更長了 南澳鄉東奧嶺這邊 從昨天凌晨0點 一直到今天下午4點 這兩天時間 就累積下了97毫米的雨量 真的對比起來 桃園以南陽光就顯得更加可貴了 不過對日夜溫差也就更加明顯了 我們以苗栗縣南開 今天清晨低溫 其實就只有16.6度而已 不過來到今天中午的時間 高溫就一路飆升 就來到了33度 這日夜溫差就將近了17度 那麼也就更需要彈性的調整穿著了 馬上就是週末假期 想必大家現在最關注的 就是我們週末的行程 會不會被颱風給橫拆角 颱風走向 我們先從路徑圖上面來了解了 天氣好壞上 真的是會大大的影響心情 而颱風動態更是牽動著宜蘭 原鄉族人朋友的安全 從路徑圖上面來看 今年第22號颱風耐格 在昨天早上8點生成了 目前大約是在 位於鵝鑾比東南方海面 大約1100多公里的海面上 所以未來是持續地會朝著 旅宋島的方向前進 預計在禮拜天的時候登陸 之後在旅宋島開始北轉 在下週一的時候通過旅宋島 之後會先進入南海 不過之後路徑比較讓人頭痛的 就是在禮拜一之後 再移動的方向 目前各國是相當有分歧的 以目前氣象局提供的數據來看 是預估颱風在週一之後 會逐漸朝著巴士海峽的方向來前進 不過這個影響颱風路徑的幾個關鍵 就包括了 太平洋高壓邊緣的引導氣流 還有颱風本身的強度 但是不論這颱風 未來會是繼續朝西往南海 還是直直地往北朝向台灣來方向前進 或是往東朝外海的方向 其實都會影響台灣的天氣 那麼在週末兩天的天氣狀況 從一圖上面來告訴大家了 我們從圖上來看 其實目前颱風耐格 其實都還在持續地整併結合 還有醞釀發展當中 從現在開始一朝禮拜天這段時間 首先就受到比較強的東北風影響 從我們桃園以北到東半部地區 就會有局部性的降雨 尤其是在宜蘭地區這個部分 明天也容易會有大雨 而從禮拜天的晚上開始 颱風環流就會慢慢地掃進台灣 其他地方像是我們的橫川一帶 也會受到這颱風的影響 而至於會不會出現 豪雨等級以上的降雨 還是要依照這個颱風 後續的路徑而定 而今後兩天就會是這個颱風的觀察期 而隨著颱風逐漸的增強當中 並且在接近旅宋島一帶的時候 在預估我們的預報資料 分期也會逐漸的縮小 當然我們也會持續地為您關注最新的預報消息 而至於明天 各個山地區更詳細的天氣預測 一起來看為您整理的山海氣象 首先來到屏東的獅子牡丹滿洲 多雲的天氣 低溫18度 高雲28度 泰武來一春日 低溫只有16度 高雲30度 三地門屋台馬家 請到多雲的天氣 低溫14度 高雲29度 桃園納馬下茂林 低溫只有10度 低溫在桃園 高雲28度 在阿里山 氣溫在10到27度之間 南投仍礙於池水 以及信義 低溫只有8度 高雲27度 台中和平多雲的天氣 低溫13度 高雲26度 苗栗南庄 斯坦泰安 低溫16度 高雲25度 新竹關西 兼15峰 低溫11度 高雲24度 新北烏来桃園 附星 低溫15度 高雲22度 宜蘭大同南澳 低溫14度 高雲25度 有九成的降雨機會 花蓮新城 花蓮市吉安 低溫21度 高雲26度 秀林及萬榮 低溫13度 高雲26度 首峰峰冰 低溫18度 高雲26度 風陵光復及瑞穗 有短暫鎮雨的天氣 低溫19度 高雲25度 卓西玉里及富里 低溫只有6度 地點在卓西鄉 高雲26度 台東寒線地區 低溫1021度 高雲27度 池上觀山 海端及岩屏 低溫14度 高雲27度 陸野台東市吉北南 低溫18度 高雲28度 泰瑪里大午 金峰及大人 多餘的天氣 低溫15度 高雲29度 南嶺地區 氣溫在22到27度之間 最後來到外島的蓮漿 金門及澎湖 低溫19度 高雲26度 禮拜天的時候 各地方的天氣 其實和今天是差不多 蠻類似的 不過水氣還有風速 都會在增強增大 北部地區的大台北 還有桃園 東半部地區的宜蘭 花蓮北部地區 還是不穩定 容易下雨的天氣 而嚴寒的空旷地區 也要留意有強震風的影響 海上風浪也會比較增強 不論是在海上 或是岸邊活動 也都要注意安全 那麼到了禮拜天的時候 我們也建議大家 除了準備好 雨天的備案之外 也要做好風險評估 或是留在家裡 做好防台準備 那麼這就是今晚 到週末的天氣預測 再把時間交還給WMAS 好 感謝魯伊帶來的氣象資訊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晚安報新聞 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WMAS 我您的美好味道